說你跟韓國瑜應該在2020要合作,你怎麼解讀這份報道? 很有創意 有親中媒體報導 親中媒體 對 說你跟韓國瑜應該在2020要合作,你怎麼解讀這份報道? 很有創意 所以韓沛有可能? 沒有啦,我跟他 這種話要怎麼回答? 實在是,這種宣傳的說法也蠻陰謀論的,老實講 這個外公,台灣就是陰謀論太多了 有時候搞不清楚這些陰謀論的幕後到底在想什麼 所以你不怕被染紅嗎? 不然已經被染紅很久了 這種T台的演講好像你要變成人形立牌,你會怎麼看待這樣的辯論? 事先沒有講好 不要緊啦,其實我還覺得還是那一句話 其實台灣喔 真的要解決的是執行力 其實你問我說 很多人問我說,如果你這個連任你要做什麼? 我說我們現在排在schedule上面 要做的事情都已經排得滿滿的 就已經有計畫要完成,都來不及完成了,還有什麼計畫